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他这种教授就是说 用很简单的点金术 让所有的一般的凡夫变成圣人 很简单的 用简单的点金术 让铁变成黄金 用很简单的方法 让所有的众生变成圣贤 如果能知道道之要结 道的有一个要结在里面 那则任何一切 这能转成禅定一道 就禅定了 今天我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 有一个神会禅师去见六祖会能 六祖会能他问他 这里面我在谈道 问他 你从哪里来 你从哪里来 这神会禅师就讲了一句话 我没有从哪里来 我不从哪里来 那么六祖会能又问他 你到哪里去 你到哪里去 你从哪里来 你到哪里去 你到哪里去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既然没有来 当然没有去 这个意思很 很深喔 然后六祖会能 神就拿他的禅杖 打了他 打这个神会禅师 这个 在古代啊 师父打弟子 是可以打的 神会后来 他也是这个六祖会能的弟子 他打了他 用禅杖打了他 六祖会能问他 你痛不痛啊 他讲了一句话 接受是痛 其实是不痛 接受是痛 其实是不痛 这神会问啊 就同样的在问六祖会能 他说那你在禅定里面啊 你见还是不见啊 你见到什么 还是没有见到什么 六祖会能一样回答他 见仪不见 有见有不见 你看嘛 这里面就有什么 来 没有来 也没有去 痛也不痛 见也不见 那你们大家想一想 现在就问 喜金刚啊 是住在哪个地方 他住在生仪不生 我上回已经问过大家一句话 如书尊啊 不要涅槃 也不要轮回 那到底在哪里呢 就是喜金刚所讲的 生仪不生 生仪不生 痛仪不痛 见仪不见 什么意思啊 道就是在这里面 所谓的道就是在这里面 老子讲一句话 道可道 非常道 道可道 非常道 这句话很深 跟这个一样的道理 道是可以讲的 但是不是一般的讲法 不是一般讲 道 不是一般讲的道 道就在这里面 你说分清楚一点 佛教分为俗地 俗啊 事实的俗 俗地 还有一个叫做 圣地 圣地 你在圣地里面 就是真正的道 在俗地里面 是属于入世间的道 在初世间方面 在成就方面的道 就要像心经 像金刚经 大剥叶经 那一个才是属于圣地 这个嫩 嫩家经 一个人日旁 一个家 读什么 认茄金 认茄金 读作茄 一个人日旁 一个家 认茄金 这个都是属于道 真道 这个就是圣道 这属于圣道 那您知道是什么声音吗 是道音啊 这是属于俗世之音 世俗的音 真正的音是没有的 真正的音是没有的 那么这里面我谈到这个 好像是说 转成禅定一道 禅定就是在修行啊 道呢 就是属于佛如来所说的八正道 八正道 八个正道 但是这八正道还不能都代表的道 道中啊 其实还有他的道 道在里面 喜金刚里面呢 喜金刚 代表着方便 乌欧母 他代表着智慧 代表着智慧 方便跟智慧结合起来 就是属于道 所谓方便就是世俗地 所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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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来讲 就是使于圣 圣地法 圣地 跟世俗地 两个互相结合 那么卢书真将来啊 在轮裂之间 轮回跟裂盘的中间 喜金刚在生移不生之间 六祖慧能 他本身啊 也无来去 没有来 没有去 这个神会啊 他谈的是 我没有来 当然也没有去 那么打了以后 是痛跟不痛 都结合在一起 六祖慧能是见跟不见 都结合在一起 到最后 其实痛于不痛 见于不见 都没有互相干涉 都不干涉 生移不生也不干涉 我这样子讲啊 就非常的深了 这里面谈到的是禅定一道 什么是真正的禅定呢 无所言的禅定 才是真正的禅定 有所言的禅定 有所言的禅定 还在另外一边 所以 这个事情很难讲 十尊只能够讲到这里 给你点到这里 其他在谈的话 就把整个开悟到的 全部都解开了 全部通通都解开了 我只能够讲到这里 你如果是聪明的话 到 喜金刚所行的一切 代表着方便 乌额母所行的一切 是代表智慧 方便跟智慧结合 就是道